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南投邮局 日前在该局六楼礼堂 举行新卸任经理交接典礼 多位议员及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也立临参与祝贺 新任经理原为台中邮局行销股长李慕顺 未来将本则一贯的热忱 带领新的团队 在硬体及服务等方面 继续努力加油 我会秉持陈经理一贯的服务的热忱 那我会更加的努力 那我会带领我们新的服务团队 无论是在局屋的硬体设施方面 在营业厅就是营业空间方面 或是在整个服务 我都会继续的加油 未来在卫民服务方面 我们除了提供我们各项硬体设施以外 在软体的设施方面 我们未来的就是新任的李经理 他是行销行销科长 台中邮局的行销科长 未来在行销这一块 一定能够提供南投县 我们邮局更好更佳的服务 议员曾正言曾在邮局服务了28年 议员认为回到邮局有回娘家的感觉 而邮局服务的精神态度与用心 相亲都有目共睹 未来也会以油猜精神 继续为相亲服务 我回到邮局就有回娘家的感觉 邮局的服务的精神 服务的态度 服务的用心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邮局的不是说邮局 邮局是我们的邮局 是大家的邮局 不管是我们的服务的态度 服务的时间 我们都比佛的金融家更好 我们说是最值得可靠 最值得信任的金融机构 那我就是都并住 我们过去的邮局精神 来服务的地方来做更好 为了地方的打拼和繁荣 我还要严重并住 过去邮局精神 用心听认真做 议员赖燕雪表示 邮局对于服务态度相当重视 而态度可以决定邮局服务的 广度及深度 尤其这几年创新的服务 也都得到相亲的认同 相信在邮经理的带领之下 未来的业务也能蒸蒸日上 恭喜我们的邮经理 我们的邮经理非常的有power 到任来呢 不管是对邮局的 软硬体的一个设施也好 乃至于我们人性化的一个管理 尤其是我们人的态度 我相信邮局在我们人的 服务态度方面 非常的一个重视 我相信态度能够决定我们的高度 那是在邮局来讲呢 态度是可以决定 我们邮局未来服务的广度 跟深度 尤其是看到这几年 我们邮局的一个脱胎换骨 创新的一个服务 得到我们相亲的一个认同 我也相信说 在我们李经理的带领之下 邮局的一个业务 肯定能够蒸蒸日上 在我们同仁的努力之下 一定能够提供给我们最佳的服务 还有最佳的品质 南投邮局近年来配合南投的观光 打造了不少让游客眼睛为之一亮的巧思与活动 期盼在李经理的带领之下 持续展现代客如亲的服务理念 及高度的工作效率 继续为南投相亲服务 民意新闻林佳慧南投采访报导